很慘 她是三四四歲就要坐輪椅 她會遺傳的 對 就從奶奶傳給爸爸 爸爸傳給她 後來她本來也想說結婚之後 想要借金子銀行 後來我們跟馬博士團隊 就是做筛險 胚胎快筛 我們做了很多胚胎 然後送過去 她告訴我說 哪幾號胚胎是沒有病 哪幾號胚胎是有病不能放 結果我們放了兩枚是 兩個都女生 所以終結了他們家 三代80年的遺傳疾病 所以換句話說 那個案例應該是 目前為止好像世界上 還沒有這樣的案例 對不起 從這樣子挑選出來之後 成功的生出了兩個女孩 然後接下來他們家就沒有 他們這個病就 這個命運的家手就被我打破了 好厲害 這是她的功夫 你們是上帝的右手 真的